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月12号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砖 咱们今天聊一个话题就是 美英突然动手 中国被迫引火烧身 怎么回事呢 胡塞或者野门胡塞武装这个名称 大家应该不会陌生 近日在红海卡住了交通要道 袭击多国的商船 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威胁 这个武装 它被美国和英国加上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等国家联手 在今天凌晨遭到了空袭打击 不是打击这些小破船 应该是打击一些目标 虽然我没有看到美国国防部 发表的一些具体打击的 什么目标的这个新闻 但是我相信它打击的 应该是一些弹药储存库 或者什么一些重要的战略装备 当然这个话题 我们关注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今天的重点是 这件事情会对中国造成的影响 它会引火烧身 而这件事情我严重怀疑 其实中国是不支持的 我不是给中国洗地 但是因为中国之前的布局 造成了数欲净而封不止 中国这次后面可能难逃清算 那我们今天来详细聊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那我们话题从头开始 老规矩我们先把新闻快速的过一遍 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这是英国的台风战机夜间突然起飞的画面 而美国的总统拜登也证实了 他们对于这个野门胡塞武装的袭击 据他的原话称说 今天在我的指示下 美国军队与英国一起 并在澳大利亚 巴林 加拿大和荷兰的支持下 成功的打击了胡塞叛军 用来在世界最重要水道之一 危害航道自由的一些目标 那我判断就是应该是一些武器库 或者一些装备 一些装置 那么胡塞武装的官员也证实了袭击 并警告美国和英国说 他们将会为这种公然侵略的行动付出沉重代价 那么然后美国的官员表示 美军发射了战斧式巡航导弹 还有发动了战机 打击了超过12个地点 其中包括首都萨纳和胡塞武装 在红海港口的距点叫河台达 同时四架英国还原空军的台风战斗机 从塞浦路斯的空军基地起飞 也轰炸了两个胡塞的武装目标 好 那么新闻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野门胡塞武装 它跟索马里海盗不太一样 我们印象当中 可能他们两个是一样的 开个小货船去接船去 但是实际上野门胡塞武装不仅有小破船 人家还有直升机 可以登舰 你可以看到一些画面 对吧 胡塞武装通过直升机登上这种远洋巨轮 这船上人家船员是没有战斗能力的 人家这边是核枪实战上去 所以肯定是被截的 然后这些船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运输船 所以这些船对于它真的是没有抵抗力 它是有蛮大的威胁的 而索马里海盗真的就只有小破船 那这只是一穷二白 它都没有 所以这两者的危害不可同日而语 再一个前段时间中国不是有自媒体说吗 说胡塞武装给中国通过 或者挂中国旗通过的货船 开御灯 护航 撞灾厉害了我的国 我看到那视频 我当时我在推特上还给他们留言 我给他们评论 我说生怕你们不知道 生怕别人不知道 中国是胡塞武装的后台是怎么的 后来我看的那个视频就网上又少了 热炉下去了 可能反应过来 哦不对 就这智商还干自媒体呢 趁早回家歇着去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的美军的打击 可以说很可能只是个开胃菜 当然我们必须要系统的说两句 就是美军不是说 他们从11月份12月份到现在1月份 一直四月美军不是不打 而是他们有顾虑 这事有点麻烦 简单介绍两句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的原因 还有一些宗教信仰原因之外 他们主要是反以色列的 而美军如果大规模空袭 甚至派地面部队的话 进去剿灭的话 首先你容易触犯到整个阿拉伯世界 对于现有的政治格局造成影响 而且你陆军登陆这本身又是另一个 很容易形成另一个泥潭 所以一般来说 美国也是主要来避免的 能用空军打击的就不解决 那本来呢 胡在武装之前没有那么大的强辣的武器 但是不知道从哪里 它得到了大量的无人机 得到了大量的廉价导弹 开始跟那个什么哈马斯玩的一样的 用数量换质量 那你比如说美国现在前段时间 它发射的是21架的无人机和导弹 加起来一起向这个以色列发射过去 结果呢被美军拦截了 但是成本呢是那些无人机也好 那些廉价的导弹也好 没有一个能够 就按照英国媒体的说法 是没有一个的这个成本超过2万英镑 而美国从驱逐舰上发射的叫什么 叫海魁蛇 海魁蛇导弹去打击这些东西 那一枚海魁蛇导弹 100万英镑 也就是说一枚海魁蛇 等于50枚导弹 廉价的那种 那你说谁划算呢 对吧 所以这种用山寨武器 或者廉价武器 去达成战略目的的做法 那后面人说是伊朗的后面支持 那伊朗背后是谁呢 对不对 所以目前大家都知道 红海这条水道直接通往地中海 如果不走这个水道 你看多片 不走这个水道 就要绕一个大弯 走南非那边 现在已经有这个公司 为了避免损失走南非 但是怎么办呢 你要多费十多天的航程 平均啊 如果海况不顺的话 可能还要再绕 你要绕好往角 好远的呀 对不对 所以这是极大的损失 而且这十天消耗的燃油 那是个天文数字 增加了运营公司的成本 那就间接的推高了物价 这很好理解的事情 所以最终美国等国家坐不住了 说不行 不能跟他这么耗了 我们怎么样 通过这两个月的行动侦查 找到他们的据点 进行打击 你用这些无人机也好 这些地方也好 你总得有地方生产吧 总得有地方组装吧 总得有地方存放吧 你不能搁自己家里 那么找到通过情报网 找到这些点 给这些存量进行打击 当然当事我这必须得说 这只能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问题 他并不能杜绝伊朗 以及伊朗的后台 继续给他输送各种各样廉价的成本 廉价的这些设施 那么好 情况就是如此 大概环境也是如此 美国等国家的担忧也是如此 担心演化或者催化中东局势 但是这个东西是绕不开的 对吧 虽然现在果然动手了 但是动手之后的下一步是什么 美国不傻的 美国一定要想办法 要遏制 让你野门胡散武装 没有多余的能力再继续威胁 那么目前主要两条道路 一条简单 一条比较难 咱们先说简单的 其实像野门胡散武装 这种像半海盗不海盗的这种设施 它有一个天花板 透明的天花板卡在那里 就是如果它形成了海军力量 可以确实封锁这个航道的话 那么这个它就体量会大 大到多国部队可以对它进行打击 可以把它彻底灭掉 就是你体量足够大了之后 但是它现在处于一个不上不下的状态 你说它大了 它没有那么强大的实力 各国的海军随便来个国家 都能把它灭了 但是如果说你说小吧 它又那么几艘小破船 又那么几架直升机 可以登船进行打劫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以后 效仿这个中世界或大航海时期 商船都升级为武装商船 其实按照现在的科技 你可以看一下这些图片 对吧 这些万吨巨轮 它的这个当然肯定是装甲是没有了 但是强大的运载能力 你说带一些基本的弹药 在船的四个角 安装那种 当然不用像密集阵 那么高科技的那种设备 是吧 安装一些禁防炮 那种宿舍的 那种什么六管加特林是吧 那都小case了 至少得是20毫米的机炮 装上这种夜光弹 好家伙 那胡在武装的小破船 包括甚至直升机 你都别想扛过来 对不对 以后就变成武装商船了呗 你敢过来 我们自己就扫了 都不用 那当然也要增加成本 但是呢更加安全 这是一条路 但是治标不治本 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做到 就是把成本分散给所有的航运公司 另一边呢 那就是国家来出手 就是美国 它要打击野门护材武装 打击这个整个的供应链 那最终这把火就被迫会烧向中国 也是咱们今天的重点 为什么这么说 我个人判断 其实中国目前的国际局势 它并不属于说 在那边给美国找事 因为中国现在需要稀释宁人 你看中国最近出台的政策 是吧 外国人来中国 直接都基本的跟免签是一样的 以前还各种各样刁难 一下是中国的特点 拍脑袋 一下大翻身 之前是来着左右刁难 让你这不行 那不行 这要检测 那要检测 现在直接来吧 不用事 没事 他缺外国人 他缺旅游 他缺各种各样的东西 在这个当口 如果中国政府 习近平一会儿让外国人来 然后一会儿说 给美国添堵 你不觉得他自己基层分裂吗 所以这个时候是树欲净的时候 中国现在其实不想搞事情 他主要经历描着这次台湾大选 他后面再决定 他到底要怎么搞呢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动作 毫无疑问 主要是由他背后的伊朗收益的 我的判断 这是我的判断 因为一样的他们的信仰原因 政治原因 你看看洪海地区的地图 对吧 伊朗当然想要控制这条航道了 如果你让伊朗控制到 这条航道整个世界就玩犊子了 至少经济又有大动荡 所有船都不敢走洪海了 那个运河就废掉了 所以当然咱们话说回来 伊朗它有这个需求 原本它没有这个能力 伊朗原本没有那么强大的制造能力 那是谁帮助了伊朗 这种无人机 这种导弹 廉价导弹 这种山寨导弹 能够快速建造呢 我们没有证据 我们手里没有证据说 一定是中国出资给它弄的 但是呢 之前的中医紧密合作 中医俄罗斯紧密合作 这个铁三角 已经形成了 俄罗斯都在使用伊朗提供的无人机 那你想 以前没有 怎么伊朗一下子独自亲自研发 亲自部署 是不是 就有了呢 毫无疑问是有一个制造大国帮助的 所有人都知道 没有证据 但都知道 就是中国 美国也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也就是说 中国实际上是给予了伊朗一定的制造能力 而伊朗把中国给的制造能力 用在了这次给美国搞事情上 那你说这件事情 最终查到最后 或者说运作到最后 这火能烧不到中国头上呢 中国面临着全球的制裁 就更进了一步 我这个话放在三年前说 没人会信 放在一年前说 也没人会信 但是你再看看现在的中国 现在的国际环境 还有人那么肯定 一定还会有一批人不信 没关系 但是你们看看整个世界的脉络 是不是跟我之前两年说的 一步一步在迈进的 一样的 全世界的跟中国脱钩孤立 最后一步就是对中国进行全面制裁 一些禁运 一些原料 一些配料 你别着急 有人说 你们喊了多少年了 第一 我没喊那么多年 第二 很多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 不是说你这边刚说 他那边马上就行动了 不是你在玩游戏 所以整个世界的反应链条 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把整个利益关系都理顺了 最后才能成行 所以总而言之 也而总之 野门胡塞武装这件事情 就是小打小闹 挨了揍了 印证咱们之前的说法 就是弱小不会挨打 那么多小国都没挨打 犯贱才会挨打 你说他这事能起什么决定性作用吗 你根本封不住红海 对吗 你没有办法跟别人的海军 堂堂正正的争夺制海权 你只能搞这种恐怖气息 那最终的结果就是 一方面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一方面摁住了你背后的伊朗 甚至伊朗背后的一些原料供应 让你没有充足的这种来源 同时用空袭去打击你的储存点 甚至像清除哈马斯一样 清除一些你的领导人的位置 谁当这头 人必须得有头 群龙无首不行 好 你谁当头 情报机构找到之后 就导弹给你干掉 没人当头了是吧 没人当头再打掉你的这些储存设施 你就够不成威胁了 这是另一个武装商船 有限的武装商船 而且不用担心武器泄露 为什么 你可以把美国的一些商业公司跟政府签订合作 或者签订一些就是各国可信的航运公司 这些公司上面装载一些什么类似于火神炮 类似于这样的这些武装 对付轻武器或者无人机 不是叫无人机 直升机这样的载具完全足够 这种情况下 为了安全运输减少成本 那这些航运公司 这些可信的不怕泄密的航运公司 甚至由军方来乘运的航运公司 或者军方参与的护航的航运公司 它的运力 它的订单是不是就多了 因为它安全 因为有军方护航 因为它有武装商船 它有一定的自卫能力 那些民营的那就倒霉了 订单减少 而且得绕远路 绕远路绕好望角 多费燃料多费时间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 真的是一个小事情 很容易就被摁进去 它跟台海危机 跟巴以问题不可同日而语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 所以只不过这件事情 最终会给中国惹麻烦 中国是属于一个 因为自己之前的 你说交友不慎也好 或者战略不慎也好 它要挑战美国 导致的缺后算账 应该是因为之前交友不慎 导致着连带责任 如果中国能够自己断掉连带责任 重新回到以目前美国为首的 这个事业体系下的话 那中国可能还能继续改革开放 继续发展 如果咱们剩上一根筋 继续要干到底 继续挑战以美国为首 那它会加强跟伊朗的联系 那最终等双方彻底摊牌撕破连 开始该禁运的禁运 该封锁的封锁 该打的该打的时候 那到那个时候 就是全面的大家都摊牌 咱们来拼一拼 到底谁能干得过谁 甚至有可能爆发 有限程度的核战 都不是没有可能的 再次强调 核武器不是一打就全面的 全世界都毁灭 小规模的 有限度的 被控制的核战 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 我其实把话都撂着 你们记着我这个话 未来如果发生了 你们记得回头 可以到我这期视频 给我留个言 让大家知道 我们在这里说过这件事情 好吗 行了 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简短一点 不然我说 还有很多话想说 就又拉长了 好吗 今天话就到这里 有什么大家有什么看法 大家觉得这个 野门户的武装到底怎么样 欢迎你们评论去留言 如果想听到视频的话 欢迎您点赞订阅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